卡丽的话其实心里有点瓦凉 9.3版本的话 这个英雄差不多就等于 间接性移除了 对 玩不了了 他是这个机制的一个 很大的改动 好了 那这边的话 直接先抢厄加特 就在之前比赛里面的话 一般是卢西安放在场外的情况下 FPX可能会先选择 卢西安的优先级更高一点 但是卢西安被搬的话 直接先是把厄加特抢下来 现在看W这边 后两手会怎么去选择 其实后两手的选择的话 可以考虑去恩手赛恩 赛恩在前三手拿下 后两手很有可能会把你扳掉 那如果说把厄加特往上路一放的话 如果真的是打肉对肉的话 那没有什么肉 能再去跟这个厄加特去比了 那这边的话是先抢一手锤石 确实像W一年前比赛的一些做法 那刚才亮了一手寒冰 如果说寒冰配锤石的话 这个就有点偏堵了 这样子的拿法 看一下现在三手AD都被扳了 看一下会不会可能考虑出一手刀妹吧 其实之前的话 在对方拿到厄加特的情况下的话 W也是有选择过 直接把刀妹作为一手直接的选择的 这边直接要拿奥拉夫 奥拉夫加锤石 那给到Messing拿到锤石的话 其实前期他也会做很多的事情 而且Messing的锤石玩得还是不错的 FPS这边是后手拿一手键膜 对于ADC的话双方都没有考虑 这边直接就是把历仓卓作为中单位了 直接是把位置全部锁下来 但是现在还不一定 就历仓卓的话 不好说会不会作为一个辅助 就现在还是可以摇的 蛇女这把open出来了 那如果说锁了蛇女 来看一下蛇女还是左一 蛇女被销了 如果说他认定对方立桑卓是一个中路的话 可以是拿 可以拿左一 所以我拿一手维恩 当然维恩的话也可以做一个辩证 我觉得是怎么想的 就是维恩的一个辩证 一般来说都是打一个坦 打家里 对打家里奥这种英雄 可能会来得更扎实一点 然后为什么没有选择先出中单的原因 是可能考虑到对方这个阵容 并不是说完全确定下来 就是上中野的一个体系 因为如果说你直接是选到了一手左一的情况下 对方如果可能拿一些对线 康顿你的一些英雄 你也不太好打 比如说类似牙锁 类似刀妹 都在场外的情况下 其实直接锁左一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 而且这一手的话 其实他这个前三手 FPS这个摇摆的可能性太大了 甚至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打也是谁 对 所以对于WE来说的话 一般情况下 对方出了一桑桌 可能会搬一个芒僧 但是因为现在FPS这个选择 让WE在第二轮的搬人 可能会稍微去思考一下 对 那这边的话 比较自信没有去选择 搬 没有去选择搬莫加纳这场英雄 是选择搬掉了牛头以及塔姆 牛头这个英雄的话 也是给到FPS拿到的话 他们开团能力会变得更加的强势 对 看一下FPS最后一手 搬掉了左一 还是认为这个WE跟锤士会走一个下路 而且确实目前版本的话 WE他的优先级别也是比较高的 对 但是有一点 就是奥拉夫这个英雄在野区看到剑魔 打不太过 对 就剑魔这个英雄在野 作为打野的话 他其实只怕一个英雄 就是怕赵姓 就除了赵姓以外的话 看到谁都是不虚的 那这边的话 直接选维克托 维克托如果选下来的话 大概率是要放到上路去了 拿上路去用维克托去打 这边的厄加特 拿兰博的话 最近兰博其实在欧美的比赛 上场率是非常的高 不管是中路还是上路都有拿过 这场兰博去打厄加特的话 之前我看欧美的比赛 是拿兰博去打阿卡利 但那个时候 就那场比赛好像输了 但兰博这个英雄其实现在打阿卡利 阿卡利真的很难说 就兰博真的是属于上单打这种类似中进城的一些英雄的话 线上可以随便起伏 对 但是很好抓 就不得不说这个英雄真的非常好抓 就布隆的选择也是比较康特垂实的 对 而且布隆跟利桑卓这两个人配合起来 在团战里面会给对方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作用 就现在放在场上的一个AD 要去打维恩的太方便了 就前期能够压制维恩的英雄其实有很多 维恩这个英雄的话 现在在大招加强了之后 在前期能力上 其实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提升 关键是在于六级之后的打架能 选择拿阿卡利斯塔 那其实如果说卡利斯塔跟维恩打的话 打到后期还是维恩会更强 但是前期卡利斯塔还是比较舒服 对 因为这一手布隆的话 它本身也是比较counter垂实的 达威如果说中路拿手卡尔玛的话 这个阵容就是要打快节奏了 而且这个阵容打下来的话 对于维恩的保护能力也比较强 因为垂实拿出来的话 它本身保护能力有限 更多的是偏进攻 那中路拿一手卡尔玛的话 在团战中会给到维恩更大的一个输出环境 更好的一个输出环境 对 这个阵容的话打到周后半段 其实也是保着维恩这个点去打的 但是整个W阵容拖后期 真的完全依赖维恩这个点 所以说这个阵容是要通过 前中半段的快速加快节奏的一个方法 去结束比赛 而这场其实对于FPX而言 他们六级那波打架能力会变得特别的强 而且W这个阵容拿下来 可以是看作一个无前排阵容 无前排阵容的话 他们就是需要跟对方比方去拉扯 然后尽量的避免对方能够突进到自己身体内 自己的阵容内 而FPS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你就会发现 他们这个突进能力 包括控制能力都是比较的强 所以这场的话就是感觉 一边是矛一边是盾 你不要笑了 我不笑 我们这么说一下 就整个来说 对于FUN PLUS的一个阵容来说 他们六级的打架能力 以及控制能力是相当稳定的 而对于W来说 他们的阵容是很容易被拉扯着打的 他们的阵容 一旦是在第一波控制没有给到的话 因为他们全都是软控制 后期伤害如果没有给足的话 是容易被放风筝直接距离拉扯开 然后追不死人的 而且这场也是要看一下 前期三路的一个推线情况 因为对于奥拉夫的话 这个英雄他还是有机会 能够入侵对方的野球 但是前面也提到过 他如果碰上剑木的话 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除非六级之后 所以要看一下 尤其是中路这个线的情况 卡尔玛自从在这个棋子没了之后 就很少见他上场 但是最硬的比赛又开始火热起来了 是的 就卡尔玛之前流行的是 上单卡尔玛的一个打法 上单卡尔玛这个套路说实在 也是处于不补刀型打法 对 不补刀型 对 我记得有一场比赛是 应该是LCK有一场 LCK那名吧 对 然后他就一直没有补刀 然后选手以为是出现了什么bug 然后就要求就跟裁判说是要暂停 说是不是出现什么bug 后来说是不补刀打法 对 之前一场的话其实是SK打KTZ 那场比赛我记得很清楚 三公子装 就上路 中路都不补刀了 大家都不补刀了 就这个打法真的是 恶心的对面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所以对于这样子一个打法 也是进行了一个紧急的一个修正 热补丁 热补丁修正 热补丁 好 也是马上要来到比赛 五位共联盟 一起来看双方的第一场较量 也是看到了 因为是W主场在西安 我们可以看到召唤是峡谷内 帅的一 帅的一 是有一个紫云楼 紫云楼想必大家不知道 但是西安人的话应该会知道 你是西安人 你介绍一下吗 大唐芙蓉园内的一个知名建筑 大家可以多来这里参观一下 对 逛逛西安的话 无论是吃的东西 然后面食什么上次我也体会过了 然后还是说景色什么都非常的OK 没错 来看一下这一场的话 双方的一个符文情况 这边 奥拉夫也是选择带了一个律师者 没什么问题 奥拉夫的话 F6开 这也是正常一个开局情况 这卡马这个英雄的话 在前期推线上是比较占主动权的 卡马这个英雄前期配合打野的一个 小范围打架能力2v2是相当强的 然后剑魔 之前的话见过 剑魔其实在比赛里面 放出来的概率其实没有那么大 因为经常是会被ban的一个情况 但剑魔之前一次作为打野出场 我记得应该就是Sofen用的 就是真正绝食性打法 住在下路不走了 只要打掉你一个闪现 就一直住在下路不停的跃台 就一直计算那个闪现的CD时间 一抓一个准 而且这场的话 感觉也适合他们这么去打 因为首先的话布隆这个英雄前期 也是能够去扛塔 然后转移仇恨的 这边中路卡尔玛的话 也是带了一个小兵驱逐器 然后反向我们看到 多音币这边面对一个推线 比较快的卡尔玛 也是选择带了一手小兵驱逐器 对 卡尔玛的话他就是推线比较快 因为他的大招很快 然后一个RQ伤害很高 而且还可以压血量 对 而且还有异体能 他一个RW在对面赶来 干客的时候还可以吸血 所以这个英雄推线 以及自保能力都很强 对 这边的话是一个 互换野区的一个打法 那上路一开始的话 是已经蓝博推线速度比较快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阵容的强度对比 这边W16位领先一点 其实这场的话 感觉Ki上校也给不出什么 特别明确的一个阵容上的分配 Ki上校一直都是看情况而定的 我们要真正的看的是 他在游戏中期的时候给的这个 是的 一开始的话都是 差不多都是五五开 看一下阵容 兰博前期的一个推线速度很快 然后埃加特的一个推线能力 还是比不上兰博这边 但是兰博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推的快 你打野也就会慢慢往你这 视野放上来了 但是现在双方打野是选择互换野区 暂时的话 奥拉夫是在上半区的 所以 这边两边打野都在附近 西叶在往打野附近靠 这波西叶这个走位就是告诉你我打野在边上的 对 来了 这边Q减速到 但是这边那个整体状态好像也不是特别好了 这边镰刀建模 打一套 感觉也是逼不出什么技能来 压了一下血线 目前多音笔这个血线很低了 但是西叶这波也没有蓝了 是的 Crisp过来了 我来看一眼 这边就是前期下路 卡丽萨这个英雄的对线强度还是要比温尔来的要高的 占据了一定推线拳的话辅助就可以去跑线 对 布隆刚才也是过来保护一下 因为确实刚才这个血量的话还是有危险的 前面如果打起来的话布隆第一时间在 那如果真的是三打二的情况下 对于W这边是绝对不利的 这边西叶应该是要推完这波线要回家的 对 这也是带了传送 还是这波上线能够让西叶回家 西叶这波 再推一波西叶估计还要再回 那个独音笔这边应该要回自家 这样的话独音笔硬推 硬推线的话对于西叶会小亏一下 因为他现在没有蓝血量又很低 这个线推不掉 因为西叶这边是没有TP的 这波如果回家的话要亏很多 嗯 得叫打野帮忙推一下 那这波的话利桑卓就推了线 有闲暇的时间可以去对方F6这个地方 骚一下 拉一下这个F6 其实独音笔这边的话也是想抢线权 抢了线权之后的话 让自己的打野在野去过得更加舒服一点 而且一旦河道去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第一时间支援过去 下路的话这边对线现在是推到了蓝色方的塔下 但是基本上这个组合的话 因为布隆的保护能力还是比较强 对 所以垂时即便是能够勾到 也不是很好的能够击杀 这波剑魔控核刀蟹就很明显的一点 是因为中路有限权的关系 所以说的话他控核刀蟹是肆无忌惮的 就阿拉夫是不敢抢的 阿拉夫一旦敢抢的话 在这个时间点利桑卓一旦支援过来 核刀局是绝对打不了 对 你打的话肯定要交个闪 是 而且第一条龙刷一条是火龙 这条火龙的话一会看一下 下半区可能要打一波 就这波独音笔的话细节抓得很好 利用一个TP是打出了一波补刀叉 对 就两个卡尔玛跟利桑卓 如果说两边都不回家的情况下的话 那肯定卡尔玛这边推下来的更快 但是回过一波加两次的状态 然后再跟你打 那肯定你是打不了的 主要多音笔他知道你推线很快 无脑推又抓不死你 那就选择带一个传送 而且看一下下路这边的话 是直接一闪直接动手 然后直接秒挂点燃 那这波的话是一雪是又垂直这边收了下来 还要再打 那布隆这边是又闪现再闪现的话 感觉交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波蓝波的一个TP 大招非常精粹 是 那这波打完了之后 W两个人头是分配给了锤石以及维恩 那下路就会打得非常舒服 维恩的话这个英雄 他现在其实一剑的时候 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挥了 对 就这把W这个打法 跟之前打EDG的打法不太一样了 之前的话是围绕上半部分打 因为这场的话是蓝波 蓝波的话你去抓一个 配合打野抓厄加特 太不稳定了 效益不大 而且毕竟第一条龙是挺火龙 是的 但是刚才的话也是一个传送 逼走了红色帮的人 而这波的话因为下路刚那一波 W刚打完整体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而中路跟打野的状态的话 又是个满状态 所以说这波火龙是肯定不想放的 对 也是RPS通过这条火龙能够止损 这边的话在排到自己方野区的一些视野 来看一下刚才这波回放 就是选择闪现一个异技能 后续灯笼给到 Magic Magic这边 踩着灯笼过来 挂了点燃 林伟祥没有办法生还 后续只剩下一个布龙色色发抖 又吃了蓝波一个大招 同时又被垂石勾的 这波其实对方 Plus下路而言 这波线推掉 他们应该是要往后拉走的 但是正巧就是抓了你这波的一个小心思 这波打完的话 也是两个人头跟一个火龙的一个交换 剑魔这个英雄在刷野的速度上来说 还是非常快的 虽然剑魔这个版本的话 充能时间是被拉长了一点 就下个版本可以说 再对剑魔来说更加致命 对 就主要是这个版本 它就是QE的一个连招 会更考究一点 对 不舒服了 勾到了一个布龙 勾到了就耗血 在下路给到维恩 以及垂石这边拿一个人头的话 对线开始就没有之前打得那么累了 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 Found Plus这边刚才是已经把自己的双招给打掉了 再被抓一波的话 下路肯定就要穿了 对 而且这波其实2v2对拼的话 W也不虚 因为他这边维恩双招都捏在手里的 这边的话给西叶拿一个蓝buff 现在这个节点的话 一定要让奥拉夫跟卡尔玛去做事了 如果再做不了什么事情的话 等级再慢慢往后跑 那就更难受了 对 最后感觉W这个阵容去干渴或者去抓人的话 效果比较好 但是5v5的团战 FPS这边的阵容更扎实一些 对 关键 Found Plus这边开人能力太强了 这边开到你一个人一套直接定住的话 打你没有水银试带 没有进化的人的话一套直接就秒了 但这边的话 西叶这场是直接带了一手进化 在打立桑桌这种英雄 再配合野区是建模这种英雄的时候 如果说你不带进化 他会逮到6级那个是打得非常被动的 W的话下一波其实完全可以再次把重心往下路放 往下路放的话打一波拿这个火龙 如果说能够抱团 启推一个一塔的话也是不错的选择 对于FPS来说的话 要尽可能能管住 或者是找到奥拉夫这个位置 以及中路的这个线权 就不要让对方这个中野能够跑起来 关键现在这个节点的话 其实还是卡尔玛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一个时间段 打到后面卡尔玛就偏向于保护性了 就是围绕为人这个点去打了 对 上路的话肚层是被吃了一层 现在对于W来说 得加强自己一个推进节奏 想办法配合自己的中路跟打野去入侵野区 然后找机会 然后把线推掉之后 围绕下路这个已经有优势路的去打 而且现在伟恩的双招都在的情况下的话 其实相对下路会打得更加安全一些 这边西叶这个位置 Magic在做一个反蹲 这波是不好动的 哪怕直接打扰给西叶的话 西叶一手进化就直接解了 这边还要秒定 而直接交闪了 这边进化觉得交了也没什么用 两边人都过来了 双方辅助都在附近 看一下天这个位置 这边拉了 不敢勾 对拉了也不敢打 戒魔手朗是捏大招的 现在独音笔一直在给亚里 而且独音笔现在打得也得非常的谨慎 因为他知道 明知对方下路人都不在地图上 一个RQ没有打到 这个的话是把线推过去 但是现在的一个等级高的话 两边推线速度其实差不了多少 下波动手的话 大个率要动下路 对 下一条龙的话 一分钟就要刷新了 下一波动下的话 垂时这边是有一个秒表的 奥拉夫也有一手秒表 下一波打的话 我感觉还是要等一下 兰博的一个TP时间 兰博的TP没好的话 现在埃塔特长是捏TP的 如果说形成一个以多打扫 W这边要吃亏 是 而且上路捏了TP之后 最好能够确保一个限权 因为下一波兰博TP好了之后 是双方上单都有的 是 就前期这半段 大家真的很看重兰博 一个大招的一个释放 哇 你可以看一下 W对于下一波团战的求胜心 有多么的渴望 求胜 他们上野还有辅助 现在秒表都有了 对 而且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刚才应该是自己购买的秒表 就打配一个阵容 前期是不能崩的 就前期一旦崩的话 打到中期这半段 会打得特别难受 除非说硬有机会 去拖到一个后期 然后让自己的维恩装备起来 是有足够的收割环境 就整的方不拉斯的一个阵容 除了利桑博一个大招 能够直接控到维恩 维恩如果用水银世代解掉之后的话 拉扯空间是很大的 卡丽莎这个英雄 跟维恩比后期 能力肯定比不了 这边的话 他情况解掉也要死 这个位置是被控的 没办法动了 虽然说有一个进化 他能解第一波 但是后续 这个中野的控制能力太强了 太多了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而且下一波很有可能还要再来 嗯 等利桑卓大招好了 很有可能再要抓一波中 而且那个时间点的话 对于西叶来说 她的闪见还是没有赚好的 嗯 进化也估计也没有好 是的 这边火龙必须得拿了 这个不能 还要再控一条 对 第二条 方菲拉斯现在前期把节奏打得非常快 十二分四十秒 现在已经控了两条火龙了 就FPS他至少就前期让对方拿到两个人头之后 他在野区资源的掌控上面还是做得不错的 对 就这场只能说中路跟打野的一个对碰性还是不够强势 首先的话 奥拉夫这个英雄拿出来 那对方有建模的一个选择性上的话 其实对奥拉夫还是非常难受的 是 而且W他这个阵容 就不光是中野 他缺乏控制 他整个阵容缺前排缺控制 他的这个控制除了锤石 QOE之外 卡尔玛的W 就其他的控制就很难讲 都不得进 不得进 维恩一个E 就这些控制都太讲究释放时机了 对 就如果说你所有的软控制 能够源源不断地接上去的话 那个团战会很厉害 但问题是方菲拉斯的话 这边肯定也不会给你这种源源不断控制的机会 你只要控制我一个人 我估计能打的情况下 反手一套就直接All-In进去了 对 就感觉维恩他这个水银事弹也得早点出 对 他现在团战里的输出太重要了 就这场的整体中心对于WE而言 他们是要把中心放在MISTIC这个点上的 MISTIC只要发育好的话 这个阵容往后拖势绝对有机会的 但中期就像刚才说到了 中期是绝对不能崩的 因为你中期崩的话 方PLUS的一个节奏速度太快了 不断地去抢资源 尤其现在已经抢了两条火龙了 后面再控峡谷先锋 再控下一条龙的话 现在WE等于是 慢慢地要河道区的所有地图资源要全放了 现在的话杜层是已经脱落了 双方中路补完一波线之后 利桑卓选择回城 那卡马往上路靠 但是蓝色方这一波好像是不想打的 都选择回城去补给了 还是要找机会把节奏给打出来 因为现在整体的方PLUS来说 他们现在的一个控制链 打5比5团战是完全不虚的 W这个阵容还是得跟对方能够拉扯开 那如果想要跟对方拉扯的话 就要确保自己能够不被对方控制到 就保命装得做 就如果求稳的话 维恩可能说第二件直接做一个水晶也不够分 是 因为这个阵容能威胁到他最重要的 应该还是利桑卓的一个大招 除了利桑卓的大招以外 能够切掉维恩的点其实真的不多 因为他维恩自身本身有位移 像剑魔如果想要突弹的话 他可以去放风筝 对 但是利桑卓这个控制太致命了 这一波是 在对方回城的时候 方PLUS直接是开了峡谷先锋 打的速度还是比较快 而且WE这边没有发现 这边的话方PLUS还是在前级抢节奏 讲道理这个时间点的话 其实应该要WE去控这种峡谷先锋的 WE控不到峡谷先锋的话 这个阵容真的在中期半段 很难有所作为 先来抓一个蓝波 塔下还在扛塔 给到自己一个盾 哇 这扛塔扛死了 这个闪现不肯交啊 这个被单杀了呀 这波POSE有点不小心了 这波POSE真有点不小心了 他主要帮刚才在塔下 被控的时间太久了 他以为塔是砸不到他 但独音币这波的话 计算塔的距离计算非常好 很极限 就其实WE再拿到两个人 就前击拿到两个人头之后 那个节奏有点断掉了 有前面看到 DWINB这波弹杀完 这个已经喊起来了 就直播里面 尽量他看到他会喊 那句话 来一次 一百个飞机 这边的话 奥拉夫 在上单倒了之后的话 肯定在河道区 也是不敢跟剑柏打的 下路这个塔血量也很低 麦这个过来防守一下 但是 W现在打得点乱了 后面 小天也在 这波麦这个位置好危险 这边要清兵线 这波兵线是已经清掉了 对 这波要硬打 先把塔拆了很稳 然后这边再打你 奥拉夫有秒表的 可以再扛一会儿 等到兰博过来 闭闪了 直接交了个闪现 就这边小天很细节 是卡了奥拉夫的一个大招时间 他的二段Q 他的三段Q在手上捏了很久 对 是等到极限时间 然后等奥拉夫的一个大招结束 然后再丢 逼掉了一个闪现 那这波奥拉夫闪现逼掉 下波打架更大不了了 现在节奏已经慢慢的 往方plus这边 已经去靠近了 上路前面 兰博的那波 被击杀是非常致命的 下路塔直接掉了 而且自己的精神还没了 就其实W现在 有那么多精神的情况 就等于是想欧英那一波 有精神的情况去打架的 就刚才那一波他没有打 就是没有去主动的打出来 反而这个精神是被对方一一击破 对 现在整体节奏打得相对比较难受 那现在W的话 已经是不太好主动 去带一个推塔的节奏 反而是属于被 FUN PLUS去推的一个样子了 现在FUN PLUS把节奏 往中路和上路开始放 然后现在的厄加特 已经开始可以往下路走了 没有防御他保护的一个兰博 现在走下路 一旦被抓就没了 而且蓝博现在是没有闪现的 并且中路也是释放了峡谷先锋 这个中塔怎么守啊 看一下中塔这个血量 守不了 这一脑袋就直接撞掉了 看一下能不能掩护二塔 再去撞一下 应该没机会了 也不他先是把中塔推了之后 两边的视野可以做得更深入一些 就现在W也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 哪怕他们想开 他们缺乏控制 最多是卡尔玛给一个RE群体一个加速 但是很容易被利桑卓的这种小控制所化解 对 或者是布隆反手一个大招 真的 W这个阵容要打的话 真的要等到维恩三件套之后 然后这个阵容就慢慢可以等维恩发力 然后卡尔玛的话只要给维恩盾 给维恩一个拉扯空间就足够了 就其实整个方普拉斯阵容要切维恩真的很难 界魔是完全顶不住维恩的一个伤害的 对 利桑卓一个大招给完之后 然后切维恩很容易被维恩给封阵 就现在对于维恩来说 他就是谁在前面他就打谁就行了 对 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位置要求得那么的严苛 他就是打前排 然后卡尔玛跟锤石 尽可能能够保护他 对 就现在等于是一种压宝 现在W的阵容 现在丧失了前期的一个主动拳之后的话 现在的一个压宝就压在中后半段 但问题就是中期半段是绝对不能出失误了 如果再被抓节奏 甚至说20分钟直接被打一条大龙 就20几分钟被打一条大龙的话 可以说这个场的话是很难拖下去的 而且在以往的比赛中对于FPS来说 他们一旦是能够拿到优势 就是他的这个节奏会带得非常快 很快能够带起推塔节奏 对 所以这个也是W需要考虑的一点 在中期的这段时间内能够撑多久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 就是FPS主动做视野 去找机会的一波时间了 那对于W而言 也去做反蹲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经常就是在对方做主动进攻的时候 会露出一些走位上的一些破绽 这对于稍微劣势的队伍来说 也是很好把机会拉回来的机会 现在W已经开始打得非常的谨慎了 人均戴真眼 现在满满的都要插出自己的红灯笼 那对于FPS来说的话 他们还是就是扩大自己的这个优势 因为他们现在就可以去主动出击 这边被勾到了 但是不敢打 这边的话 那个视野现在慢慢看出来 FPS已经慢慢在往W的野区去做了 而且下路的话 单带这个点也带不过 对 就蓝波毕竟没有防御卡的保护 他也很怕被抓 维恩果然是选择球闻 这个水平实在不做的话 后面一波团战很累的 维恩现在一旦倒了 团战肯定打不了 对 就现在维恩才是整个 看一下这边 二端再要打 打敌没有选择再继续追了 因为不知道对方后面有多少人 可能是队友给到信号 侧面维恩的垂石可能要包过来 卡尔玛现在补刀也没有什么优势 现在已经不属于卡尔玛的一个强势器了 卡尔玛现在再往后就是做一个保护 这边来抓一个塔下的蓝波 哇 伤害直接就秒了 这边的话给个链子练到埃加特 但是他感觉好肉 完全打不动 这边浑沙打你的 打你的奥拉夫 奥拉夫的话 血量直接被灌低 一拉过来再给个Q 还要继续压塔的血量 而且蓝波的话 他现在拿不到什么经济 他就装备起来 在团战里面伤害也很难打出来 是 现在这个节点的话 下路二塔再破掉 那对于W来说更加难受了 二塔没了 大龙去这块视野 随着下一波下路组合的一个推进 上路一塔可能也守不了的情况 那就等于是二塔 下路二塔没 中路和上路一塔掉的情况下 视野压力会变得更大 看看刚才那波伤害计算非常准 对 他POSE是仗着自己队友在后方 但问题是对方太快了 直接一过来定到 扛塔没压力 带着余震 完全不给机会 就下一波的话 FPS完全可以利用下路的兵线 去跟对方做一个牵制 但是POSE这边是有个传送的 就看一会儿在大龙打一个 大龙的牵制的一个团战 这边正面传过来 现在能不能打赢了 现在看一下维恩的这个装备 仅仅是一个破败加一个水银系带 早做水银系带虽然说是在团战中 能够保证自己的一个生存率 但问题也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输出 还要再靠下面两件装备来补充 是的 现在要输出肯定还是远远不够的 这边清掉兵 那两边的话 现在这个时间点对于河道区野区的一个阵斗 会变得特别的重要 好 那也是可以看到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 购买两支战队的图标为喜爱的战队打call 是的 现在下路的兵线压力太大了 就WE这边这个阵容除了 除了兰博之外没有人能够担待了 而且留不住人 就是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就是体现出来了 你这个阵容的话软控制 你很难抓死人 这波是倾私人之力要硬抓俄亚特 那这边可能要考虑动大龙了吧 而且俄亚特这边还换掉了一个拦搏 后续俄亚特又能扛又能打 这边维恩的输出还是有的 人头给到了 这边对于W来说 他们感觉到可能会打大龙 但是对于1plus来说 他们没有打而选的继续推塔 这个塔也 好亏这波 这波抓俄亚特太亏了 这波塔也没有 而且运气还不好 这条刷的是叫水龙 这条水龙的话 对W来说 这个时间点的一个作战能力 真的没有任何的一个体身 现在哪怕哪条土龙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这唯一可以接受是一点 刚才兰博跟俄亚特互换 但这个人头是给到了维恩 能够再帮维恩去增长一下 他这个装备 对 而且毕竟那一波 FPS没有打这条大龙 W也是可以接受 看一下刚才那波绕后 虽然绕到了俄亚特 但是俄亚特就地反打 因为这个时间点 那个装备还是挺好的 而且兰博第一时间在跟伤害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没有红弱 就伤害没有打得很完全 后续让MISTIC拿到这个人头 又给MISTIC换了一口血 羊刀也是出出来了 现在 维恩是具备打前排能力了 就看队友能不能给他 这样的一个输出环境了 叫人站得住 就现在的话 整个W队阵容上路跟打野 是站不住的 缓了一口气 但是下路的话 蓝博区跟俄亚特带 还是带不够 看一下 KI上向目前给了实施胜率 FPS84.1% WE15.9% 主要还是FPS拿了两条火龙 而且整个地图的兵线 以及视野都有比较大的优势 是 下条又是条火龙 这条火龙的话 这条火龙 感觉真的W不能再放了 但是你不放的话 感觉没什么办法 他下路毕竟兵线太差了 现在FPS就是不打这个大龙 继续让厄加特再下路带 因为现在这个点 东大龙万一被抢了怎么办 对 就不定性因素还是很大的 优势方 他完全可以不打 就利用自己下路单线的一个优势 给到对方很大的压力 现在两边进入到 互相的一个发育阶段 现在利桑卓这个装备 还是相当豪华的 这个发育的话 其实对于Mystic来说可以接受 他维恩希望对方 能给你这样发育的一个机会 现在两边都是要脱装备 拖到把卡尔玛的一个帽子做出来 现在伤害这个时间点 包括护盾的量值都是可以有很大的不同 IPS继续去架空对方的上半野去试掩 而且这FUNPLUS打得很聪明 就是每次我要打进攻的情况下 我都是边上有人跟我站在一起的 就他们必须要打出控制链 单体的话很容易被对方的快速支援 所反打掉 但是如果说站在一起的话 控制链打出来就会很容易击杀 来 红色方的地图视野持续被压缩 这边金贡在这个草里敦服了一下 看一下兰博不在 选择继续去带 兰博刚才也是在拆对方上单的一个位置 对 就现在的话 单对单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现在两边既然都有单线的一个点的话 就得尽可能把这个单线的点的一个优势 就是扩大最大化 怎么做大化就直接把塔给拆掉 然后让自己的上路能够去配合其他路 再做更多的推塔节奏 这波很有可能拆了或者杀了人 传送到大龙那边都有可能 因为这波出现在下路是两个带TP的人 对 而且现在那个兵线一直在被方普拉斯边 一直在控制 打了就好难受现在 竞技差的话现在已经拉到了近1万了 就很被动 不到30分钟 现在对于W来说的话 是一个绝地求生的局了 这场的话 独云B的一个发育补刀也非常好 324刀 一秒一刀 爽的意义 这边 先控一下这个河道线 也是难得的一个机会 因为地图室也持续被压缩 这边能够在对方不在的时间 控一下大龙视野 也算是再能缓一段时间的气 这边的话 其实上路的防御塔对于W来说 也可以适当性的去找机会 拉扯一个空档出来 去给点压力 因为这个塔如果一直不推的话 这个塔就一直挂在这个地方 对 视野也做不出去 然后兵线也没有办法 去给到足够的压力 因为会被防御塔给吃掉 就上路这条兵线的话 对于FPX来说是相对好处理的 因为他们的一塔都在 下路这条线的话 其实有兰博 兵线一直被压亚特压在塔下 是根本不可能推得出去的 唯独上路这个线 是有可能自然而然 把兵线压过去的一条线 对 而且很担心的一点 就是下路的兰博 在推线的情况下 或者说带线的情况下 被对方的上中两个人 再来一次 如法炮制 然后杀了人之后 直接传送去大龙 那FPX这波大龙 就会比较的稳 能够拿到 就现在FPX就一直想通过 带线拉扯出一个 打大龙的一个空间 或者说通过一波 大龙给压力 带线带了兰博 在高地上处理兵线的时候 然后直接动大龙 逼你兰博把TP交了之后 把你TP骗出来之后 我再跟你继续带 然后那个时间点的话 打出一个以多打少的结果 对于整个WE来说 会打得非常难受 因为现在整个主动权 是捏在FPX手中 所以说他们现在的选择权 是要比WE这边来的要多 而且也是仰仗下路的一个推荐权 这个火龙又是可以很顺的拿到 三条火龙 这条龙的属性 对于一方PLUS来说 也是相对比较友好 火龙拉满 WE的主场是不是火龙属性 会比较好 这个 背标也是红的吧 对吧 红红火火 过年期 但就可惜WE他这场 唯一拿到龙是水龙 那这边的话上路利桑卓又去带 这边的话两个TP的一个优势 现在又发挥出来了 现在就哪怕说是分带WE 也不好处理 就现在唯一可以说 能够给到一点机会的话 就是利桑卓这个点 可以考虑去抓一下 你抓一个艾拉特 现在是真的抓不动的 而且利桑卓的话 他现在是有1000块钱的赏金 但是他身上有一个秒表 而且异技能没有交的情况下 去抓利桑卓可能要绕一下 或者是能够用很多的人力去抓 因为毕竟还是WE没有控制 对现在是真的不能抓下 你抓下的话你想 你杀一个艾拉特 你需要多少人去 你至少三个 你抓利桑卓的话 可能两个人可以去尝试一下 现在就是刚才说的那波 要骗你蓝波交TP 蓝波这波TP交不交 蓝波不交TP的话 这波是赶不上的 TP交了 交了出来就给你打 这边的话直接空 这边的话直接给上盾盾很厚 然后这波的话 唯一一直在拉扯 没有被秒掉 但还是被切掉了 三个人冲脸 根本没办法 蓝波直接倒掉 然后这边的话 已经损失三个人了 蓝波还在拉 但是蓝波的话 这边也是打不住什么输出的 保护不了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团战取得了一个胜利的 FPS可以很顺利地拿这条大龙 主要还是刚才就是传送过来的之后 瞬间开团 FPS这边控制能力 以及控制练闲 你得太好了 这关键就是真的没办法 因为第一时间 你蓝波兵线被压在塔下 就刚才说到了 你是必须要处理兵线的 然后蓝波选择要走过来 因为发现对方打得太快 你来不及 你只能叫TP 那个时间点 队友已经正面过去 但蓝波TP还没到 所以说正面形成的是一个 以多打扫的一个局面 所以说对于整个W来说 就非常的被动 而且Maysig这个位置 简直是太挺而走险了 跟队友拉扯开了 西叶这边是闪现过来 给了一个 这个阿姨 这波就说西叶已经很极限了 但问题是 就三个人秃你脸 这个你不死 就有点对不起了 对 真的 但是其实刚才这个机会 真的是FPS也抓得很好 就是抓到Maysig那个战位 非常靠前 选择控住他 西叶刚才闪现E这样子一跤 也是没能够保得住 关键极了 那个时间点你不打的话 你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那个时间也要去看一下 那个大龙部分 以及整体对方的一个战位 是什么情况的 就露了一个头 可惜站台最前面 伊马当现在是维恩 那这波大龙打完之后的话 这个高地可以说非常难受的 然后中路和上路 这边可以同时再给压力 但这波看整个 这边是推中路和下路 慢慢耗高地塔的一个血量 有大龙buff 有炮车 慢慢推就可以了 现在的话W还是能稍微守一下 但是问题是他守不及两路啊 就其实现在对W来说 现在机会真的 就像刚才提到的 一定要压保压在维恩身上 就维恩一定要保住 只要保住维恩的话 有得打 对 因为现在卡尔玛的一个盾是很厚的 但这个大龙buff感觉顶不过去了 这边的话李桑主大招 给到自己牵到人队里面 第一时间的话 卡尔玛以及蓝波直接双速双飞 全部都倒掉了 中路塔的血量也不高 一次就直接被拍照的情况下 没有确实直接拆 李桑主拿到三杀 继续冲到人队里面 但最后这个时间点的话 以打野建模为代价 是完成了一波团灭 让李桑主拿到一波夸张Q 这场比赛的话 也是由FUN PLUS 可以率先拿下第一局了 是 这场比赛的话 也是W他前期拿到的 这个阵容 没有取得太大一个优势 中期虽然说 拖了很长时间的发育 但是问题是 后期还是这个阵容缺乏控制 被对方这个强控制的 这个阵容制的服务贴贴 那我们也是再一次恭喜 FPS取得了本场比赛第一